大家好,我是今晚前远线 今天来讲建筑研究 河州海关牛姊附同的建筑检计 首先特地要,为何有值视频 然后分析,最后总结 为何有值视频,是因为我的体系 和官方没有同的 我曾经写过文章,讲我的体系 所以这个视频实际上就是 对我这个研究体系的 一个后作,或者说是演作 我们今年的主角就是这一栋 这一栋在我的体系是F 官方是D 所以视频就是要说 为何有这样的物件 开始分析,简单的就是流层 这栋是两层,最矮的 第二个就是验口 这个中式,F中式 非常简单 和那边的 中式是明显的 它是一只天一只地的 它反而是和那种附流的 验口是差不多的 配置 第三,在这个楼梯扶手 楼梯扶手 它是平的 平平过来的 就是这里平的 它也像这种这样 是这样的 中间有一条线 就是中间这边高 两边低 两边低,中间高 在这里 这样 它也有这个中式 就外落 这只鞋是非常重要的 这只鞋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首先就是天花旋脚 这边F 非常简单的 有些是讲到音谷 非常简单的 做着前面 那边是三段式的 第一段 这里是第二段 第三段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最正常的就是这一粒 就是这一粒反向 道指 这里有一粒 这样的阴影 那里是最正常的地方 六地葱 六地葱 那边 那些都是有一只葱框 那这只葱框 是那种 肩重的中式 那边不是有的 是吧 那那个框 我要讲一讲 它的细节 就是什么呢 就是 你不是来 你不是这样摸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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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它不能够正对内框 那里是内框 那里是内框的现场线 就是相当于 你们能够这样下来 你必须要经过那边 然后分成一等二两部分 然后一等于二 这样才好看 假如你这样下来的某体 你这样上去 这样下来某体 必须要经过这里才好看 蓝宫底部 这里是直接直角的 没有过渡 中式有过渡 斜一点过渡 这里有过渡 新来的 这种中式 那边就是直接 有些说是阳谷 直接是直角的 是带有圆弧 柱头就没有了 那就是地板 地板的F 就是全部都是水泥地板 比较简单 那边 ABCDE 就是我们看到 它走龙的 有些是 这边走龙 走龙有些是 主室间是木地板 那边 这边是走龙 这边是走龙 走龙那种也是 带有小食米 的水泥地板 然后 主室间也是木地板 那边有一个迷思 就是 F顶层有一间 小小的房间 这边是木地板 那边有些奇怪的地方 就是 拼接那边 它竟然是 拼接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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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 唯一的一度 至于 拼最低 是否要排到最后面 这个就是我个人的主观 我就是喜欢 用拼的篇图 用拼最后面 来 突显拼的导致最低 那 主要是梦露图 然后那些是我拍的 就是这样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